所以那些微粒和橙粒 大家可以摸摸這些布 就可以黏在裡面 它久而久之就會墜落底 因為它有點重 但有些朋友都很聰明 你說它會墜落底 你說它會收集回去處理 那你怎樣受患它墜落底 我們當然不會用手拿 用筆因為它很深 我們會反過來 因為我們知道它沒有壓力 所以我們會在上面噴一些空氣 我們稱之為反中式 將它迫出去 我們就一次過收集它 然後就放在田區埋約 就是這樣